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股星期四个月发展 美国3月份PPI升幅扩大 仍然低于预期 但多位联储局官员放音 市场关注减息时间 道指开市反弹超过过百点 但随即回落 曾经跌了264点 美市道道升过百点 密收市跌2点 报38,459点 标市升38点 报5,199点 苹果和NVIDIA急弹 带动纳指做好 周市升271点 升幅1.7% 周报16,442点 银行股受压 摩根士丹里跌5% 美国10年期债息迫4.6% 美汇指数突破105水平 入元汇价再创34年新低 欧洲央行移息之后 暗示快张减息 欧元一度跌大约0.4% 欧洲股市亦受压 看看个别焦点美股 苹果计划大幅改进Mac产品线 将配置AI功能的M4晶片 股价急弹超过4% 苹果是表现最强的导致成分股 而NVIDIA有趁低吸纳 股价升4% Amazon升1.7% 189.05美元 创收市历史新高 Tesla也反复升1.7% Google升2% 看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阿里巴巴和网易 比本港收市跌大约1% 阿里至算部73.3.3 腾讯跌0.8% 至算部312.5.8% 美团和百度比香港收市跌0.3% 至0.5% 而汇丰控股ADR 接算部64.1.9% 比本港收市隔低1% 友邦和比亚迪都跌1% 接着看看招造外围市况 阿泰区股市方面 各别发展 其中日本市相对强些 升0.47% 日均平均指数39,628点 升185点 南韩市跌0.3% 澳洲市跌0.2% 新西兰市跌0.7% 至于恒指黑期 也要跌 但已经过8点 先和Rafi谈谈外围 一些最新的市况 昨天就驾驾 因为CPI出到来之后 美股急跌了 但是昨晚又有新的数据 就是美国的生产物价指数 就是PPI 按年升幅 由2月份的1.6% 加速到3月份的2.1% 这个数换了11个月最大的升幅 都升温了 但就低于市场原先预期 就说升2.2% 而核心PPI按年升幅 都加快到2.4% 但PPI和核心PPI按月的升幅 都是放慢了 看到星期三公布CPI之后 现在最新的PPI数据 好像是否又略为舒缓 投资者对通胀升温的忧虑 虽然阿州昨晚也有些联储局官员放映 有些官员就说 短期内都无需减息 但是似乎投资者 是不是对年中减息的预期 都未说这么快放弃 因为看到一些科技股都更强 纳资又创新高 资金是否都会继续追换这些股份 我想其实你说暂时 大家对于美国减息的看法 其实都慢慢放得越来越轻 或者这么说 因为真的 你说真的这两晚的数据 譬如PPI也好 或CPI也好 其实都明显你见到一件事情 因为当然 说真的 那个PPI我们说的 昨晚最终升2.1 和预期2.2 那叫做少一点 但是差0.1 其实真的不是说差太远 我想没理由差0.1 就很改变大家的看法 但是明显你的趋势 即是看到 无论整体上游和效的通胀也好 其实都是比预期是高的 即是没有明显你下得那么明显 那如果这样看的话 的确对于减息的预期 其实很明显市场现在是越来越缩 所以如果你说柱局没错 在点阵图上 上次还说了三次 但是其实过这两天 它出来之后 其实市场去估计 今年减息 其实只有两次 甚至是压后 可能9月开始减 9月开始减 那其实这些预期和画面 昨晚没有特别大改变 但是你要见到一点 对于美股 虽然叫做是昨晚打回头 但是我想几件事造成 一来就本身前几晚 整个美股 三个指数也好 其实都有一个不同程度的回跌 所以跌到上下 其实总有一些资金 是追回一些下去 因为毕竟其实 今年里面好 美股都真的 还是这么多个主要市场里面 比较强的其中一个 那落到低位 总有一些资金 买本就买回上来 以来其实你看到昨晚 如果真的说强 或者是纳指那边 是比较强一点 那其实最主要围绕 那几个Tag股 大家熟悉的 比如NVIDIA 那些 苹果终于有些资金 又是一些资金追回下去 那其实那个Pattern有点 是减减一些集中一点的 个股去追 那但是这件事 其实跟刚才说的 那个息口的因素 关不关系 其实又不是太大关联度 或者怎样来说 就是近期 其实股市 跟那个息口 的关联度 其实不算太高 因为如果你以来 这样看 譬如好像之前 过去半年 去年没开始 去到今年年头回来 曾经过市 是因为大家对于 减息月期很乐观 债息下来很急 那个市场上去 但是反而近期 你看到 无论现在说的 减息月期缩 债息也是高 4.6 4.5 也好 那个市场都是照升的 所以其实就已经 不是太大的关联度 因为过去都说过 现在说的 那个减息月期降温 除了通胀 还是比较高之外 起码另一边 是经济数据表面上 看起来就好像很强 是 还是叫弄得住 又不需要穿绿 又不需要年轻 又不需要年轻 所以就令到整件事 是感觉上正面一点 所以就有些资金 都愿意追到美股身上 但是刚才说的 就是你选择比较 是个别股份为主的 就是偏集中一点 还有我自己 始终对于整个美股 你说后市看法 都有些少认为 还是比较审慎 也不是说特别淡 但是审慎 因为有点大家要留意 就是如果假设 现在真的 叫做是不减息了 或者到了九月才减 或者最终 真的再极端一点 减一次或者不减的话 其实这件事 我觉得都是挺有影响的 但是在那个市场 我觉得还没有反映完 所谓的影响就是一来 那个所谓定价的影响 就是你对于股市 债市 汇市等等 所有定价 我想一定是重新 就要再移动了 而二来我想最主要 就是对各别行业 想提到就是银行业那边 因为其实去年 记得就是 美国加息这么剧烈之下 大家记得一年前左右 其实就是银行股出事那一刻 就是什么SVB 那些什么西斑 就是爆了 那之后 其实储局做了很多动作 比如借便宜钱给他们 一年的时间 其实就已经过了 那如果现在说真的 息口价浪传这么高的话 其实对于他们的影响 我觉得都可能是有机会 重新再出现 那这个很小心 就是究竟 怎样去解决这件事 或者是 息口怎样去走 那这些其实就是 后面要继续留意地方 那所以你说 对于整个美股 那说真的 整体股值又不是便宜 所以就不会说去到这些卫星战 是很进水或者很乐观 那但是 就是刚才说 就是没有办法地 你在环球来说 又没有什么其他主要市场 撑得起 就是吸到那么多钱 那所以 你看到资金暂时还是 还是下跌到那么多钱 又会追回一些 下跌到那么多钱 我想这个模式 短时间来说 都没有太大改变 明白的 就是对于美股就是审慎乐观 是吧 那希望联储局下 把握减息的时机 不要捉错 那我们转看港股数学表 等一下就问Rafi 怎样看港股 那昨天 恒指也要跟回美股 低开2882点 但是之后跌幅收窄了 那下午之后 曾经倒升了2点 恒指全日跌44点 周报17,095点 成交988亿 科智跌0.4% 报3538点 ATM转升大约0.2%至0.7% 网易跌3% 利率敏感的地产股手额 新世界跌超过4% 领展跌3% 金矿股就个别发展 领保黄金升5% 中国黄金国际回吐5% 看北水盘路 摩北水录得71亿5千万 淨楼入 这是月内吸资最多的交易日 看到资金主力是买盈富基金 昨天录得9亿5千万淨楼入 美团和中行分别吸资超过4亿 而淨楼出方面 中芯走资1亿9千万 小米走资1亿 继续和Rabby谈谈谈港股 港股就是刚才说 跟回美股回落 但见到企稳1万7关 和走势上近期 看到恒指都是再次挑战 前顶1万7200点的水平 似个势是否港股近期是走强 我们昨天出了一个CPI BPI的数据 通缩的阴霾似乎仍然存在 但是这个影响 究竟是大家开始消化了 有没有影响呢 暂时你见到港股 就不算太大影响 因为当然了 昨天最明显的地方就是 低开 低开的话 其实最主要是迟回美股大跌 但是你见到昨天日内 其实反而是慢慢拗上来的 但是我们说昨天另一边 内地出了通缩的数据 结果的确比预期低 嗯